甄子丹说这辈子演过最失败的电影就是关云长 关云长非常失败 在电影关云长开拍前 答案想邀请甄子丹出演主角关云 可甄子丹对三国一点也不了解 甚至都没有看过三国的书籍 于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但投资方却很卡好甄子丹 便再次盛求要求 他也表示想挑战一下自己 可当甄子丹来到片场后 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因为这个关云长是一位剃了胡子的男人 而且他还爱上了自己的嫂子 不仅如此 和甄子丹对戏的演员可是姜文呢 姜文的气场十分强大 并且熟读三国历史 在片场 姜文单靠备台词就能镇住所有人 这要一个连三国都没看过的甄子丹 该如何跟他对戏呢 而且甄子丹拿捏不住关云的神情和状态 至于导致他每天在片场都是稀里糊涂的 因此 甄子丹认为自己接拍关云长 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但话说回来 这些都不是一个职业演员的借口 甄子丹作为一名优秀的动作演员 我们的关注点自然要放在打戏身上 很多人在看完关云长后 都说这段怪物关斩六将的打戏 举约了关公对多种兵器的娴熟运用 巷战 马战的经典场面 都给大家带来强烈的世界震撼 甄子丹也是把个人宇宙最强的威力 用到了关云长身上 所以打遍片中无敌手 最后解释下关云的形象为何是这样的 短语认为 与以前的关公同题赛相比 这次要树立一个新高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羽 我们只是把自己心中的关羽展示出来 关云长中的关羽 诚信而宽容 也很人性 甄子丹作为现代的宇宙最强 饰演中国古代的宇宙最强 是最合适不过的 因此特意在关羽造型的方面 加入了新鲜的概念 其实在我看来 甄子丹所饰演的关云长 并没有那么失败 一名演员不可能所有的角色 都能得到观众们的认可 有成功就有失败 至少甄子丹曾经挑战过这个人物